他小孩子真的 太太跟我太太講話也是很衝啊 我就帶到旁邊講說 你對我老婆好一點 你對我老婆客氣一點 從我們讀書的時候 是就是打罵教育 就是這樣子齁 可是到了我兒子的這一代 所有的媒體啊 或者是所有的教育啊 都說我沒有愛的教育 不可以打不可以打罵 我說小孩子不打也沒辦法 去達到你的要求 你好好跟他講 因為講也不會痛 後來我才講到說 這個愛的教育可能還是要有一些 懲罰的方法 叫他查寫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兒子跟你說 他想要拿那個 不激情的心意去招牌 我要先要前因後果 我要知道他什麼時候 剛開始喜歡這樣東西 因為我兒子以前很喜歡打網路遊戲 我就帶他去參加網路遊戲 去網咖 跟他一起去網咖 然後他遇到的朋友是哪些人 然後他輸了三次之後 他就不再網咖 他會堅持了嗎 不會不會 我覺得溝通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是跟小孩當朋友 朋友也會講狠話 但是狠話是朋友講的 跟長輩講不一樣 以前比如說 他小孩子跟太太 跟我太太講話也是很衝 我就帶到旁邊講說 你對我老婆好一點 你對我老婆客氣一點 你對我老婆客氣一點 這是不是比較像兄弟講話 我這種年紀的人 常常講說 以前自己 開始當爸爸 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時候 咬著牙齒說好話 這一代的爸爸很辛苦 對 愛的教育 但是氣得要跟他抓狂 所以咬著牙齒說好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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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